千成拜了拜 但不管怎么拜 就是拜没拜 基隆逃犯 简玉宏十连四天 一度现身 新北新庄地藏安 求平安 虽然终究是难逃罚网 但期间 可是让北台湾居民 先走走 我看过两次 没有啊 他走路也是很自然啊 好像去厕所吧 他走到背过去 好像去厕所 要小心一点 最好是少来 有一点要走走 赶快拜拜赶快回家 不要在这边乱逛 简玉宏十九号逃脱后 起初不断在基隆市区徘徊 随后搭乘客运 到台北市松山区 多知见识器拍下 他在台北车站 万华及西梅黛 漫无目的逛大街 徒步走了足足十八小时 最远甚至到了板桥新浦站 逃脱的山人问世犯简玉宏 被查到 他对万华地区这边相当熟悉 最常出没的地点就在这里 他同时还往返西门町 到处爬爬灶 因为走棋楼就能躲过监视器 监视器拍下简玉宏身影 穿着招牌格子衬衫 但本人长相跟同期照 落差很大 让警方一个头两个大 好在周上万间终于落网 远景一问才发现 没钱没手机的简玉宏 逃亡期间 曾在台北找零食工 没被录取 最后一甲名简姓红 印针上工地粗工 却没想到才做两天 钱都还没领到 就又被抓回去了 就是这间人力派遣公司 雇用了简玉宏 除不调查 老板并不知情 收留了通气犯 而随着简玉宏落网 既被被宜校园 也恢复正常开放 家长选择的心 也终于能放下了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示新闻网